都说减肥是女人一辈子的事业,这句话说的没错,许多女孩子都排怀在胖胖瘦瘦的过程中,自然你就要不断的减肥了。 娱乐圈中的女明星大都长年保持着好身材,但是也有一些特例,她们也会为了体重感到忧伤,也要不断的减肥,提起奖心,大家都会想到她的巴掌脸和大身材,可是人家也有高颜值,鲜鹅定和巴掌脸,除了体重大一些,奖心基本符合女明星的标配, 平日里被称为吃货的奖心,也是一边舍不得美食,一边又要减肥,奖心也常常因为身材登上头版头条,时胖时瘦的她也常常让大家感到惊喜。 之前奖心频频被传出瘦身成功的消息,瘦下来的她告别了大伤腿和水桶腰,小鸟腿仙肠,小马腰非常性感,身材全凸厚翘,令人羡慕。 看到奖心的瘦身成果,很多网友都感慨女神的减肥速度和成果一样惊人,结果没过两天,奖心就被发现又胖了回去,她的最新鸡丑罩被吐槽发复严重,整个人不止胖了一点点,奖心的腰围明显变粗, 甚至被吐槽像怀孕了一样,大象腿也出来了,整个人非常的壮硕,不过奖心的小腿真的非常瘦,手道令人羡慕,奖心的皮肤非常白痴,博等鲜长,整个人的气质非常好,虽然身材不够完美,但是奖心的颜值非常精致,整个人也有很强的气场, 要是气场不够的话,估计当年也不会选她去演华妃妙妙了,关于奖心时胖时受一事,很多网友觉得奖心腹胖,是因为减肥后反弹了,其实并不是这样,有网友用一句话道出真相,该网友表示,从来没有受过,受的照片都是屁的,看来奖心真的是一直处于为胖剑的女神, 而她无需减肥,就已经非常美了,你觉得呢?